元旦假期即将到来 广州国际购物节也正在举办 北京路商圈不少商家试水24小时不打药 或者延长营业时间 满足市民和外地游客的购物需求 徐浩荣报道 作为北京路商圈的老大哥 这家白货公司从25号开始一直到明年春节前 周日到周四晚上营业到11点 周五周六晚上24小时通宵营业 所有岗位提供正常服务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促商活动进行 比如说我们的凌晨三点到四点是有会员的多倍积分 有三倍积分 五点到六点是有五倍积分 还有超市啊 其他的百货品类都会有一些相应的折扣优惠的 起码可以对于我们的野猫来讲 随着抽一条根可以来买野猫 过年其实很多人都想买野的 如果有这么多时间可以买呢 我们可以买多些瓜子啊 点东西回家摆 真的会对经济会好一些 这家快时尚美装线下店 八月份开业 门店客流量每个月都有5%到10%的上升 这次他们也尝试周末通宵营业 将我们比较好一些的那些商品陈列在门口位啊 或者是令我们的服务员啊 就是指引他们上楼 告诉他们知道他们需求是在哪一个地方 我们在晚间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更加的配备 更加的更多的工作人手 在晚间这里服务于我们的群体的客人的 娱乐方面 这家电影院结合假期及人流量等情况 延长放映时间 零点后的电影场次一律25元 部分热门电影会在凌晨1点开场 这个周末呢 我们这个国产的影片呢 相对比较多 像那个餐餐专家啊 然后这个秦雅吉啊 这些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所以我们这个影片紧急救援呢 增加了5场 因为我都刚刚落班的嘛 是啊 我就是打算落班来放松一下看电影 以往我落班他就落班了 现在我就好了 如果延长的话 起码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看到了 美食是北京路商圈的重要元素 晚上11点的汇服东路 依然烟火气十足 而试水24小时营业的科技书店 也有意在夜间加入清餐饮元素 吸引年轻人 数据显示 23号到26号 北京路步行街 日均客流量超过32万人次 11月份 广州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单月增长8.1% 创年内新高 展现出逆势复苏的活力 广州电视记者徐浩荣报道 表里面是一个人之一 广州电视远 广州电视远